阿波罗新闻网 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震撼照流出 一脸倔强 抗日英雄双枪老太婆惨遭中共处决 中日断交上热搜 不再称偶发事件中国改说日南同被杀是个案 江苏女子9.9元买一箱大闸蟹收获后傻眼 低风系统不走了 流旅送导 火力半径可达到上海 党媒怒批 美国阴谋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之机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五 我们在视频的结尾 为介绍阿波罗网副频道的今日内容 请您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超越同温层 做出最佳选择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震撼照流出 一脸倔强 抗日英雄双枪老太婆惨遭中共处决 阿波罗网王笃然报道 1950年 68岁的抗日英雄赵洪文国 因曾英勇抗日 被称为双枪老太婆 最终惨遭中共枪毙 这一震撼的历史事件 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热议 赵洪文国被五花大榜压上刑场 满头白发 垂眸时仍显倔强 展现出他对命运的不屈与顽抗 即便即将面对枪决 他的形象依然让人联想起 抗日战场上的英姿 赵洪文国是满清贵族后裔 经历了清朝覆灭后的动荡 他将毕生积蓄投入创办学校 期望通过教育新国 然而 面对日本侵占东北 他依然举起抗日大旗 与儿子赵洪成立民间武装 投身抗日 年过五十的赵洪文国不仅指挥作战 还亲自操枪上阵 成为抗日战场上令人敬仰的传奇人物 他领导的抗日队伍最终并入禁察纪军区 曾成功攻破日军监狱 救出上千名共产党员 然而 这位曾经的抗日英雄 在中共政权的阴影下 怀着对中共的家仇国恨 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他的少年抗日英雄儿子 国民政府少将赵洞 在年仅27岁时遇害 更是令人感慨万分 赵洞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 继承了家族的抗日精神 1937年12月25日 由时任八路军指挥官杨成武 牵线搭桥 赵洞组织的华北国民抗日军 宣布加入八路军 赵洞被任命为 禁察纪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 赵洞的队伍一度发展到一万两千人 并与日寇多次交锋 打出震动全国的漂亮仗 随着战斗的继续 赵洞的部队规模进一步扩大 人数达到两万五千人 然而 由于坚持国民党的抗日路线 赵洞与假抗日 真分裂的中共发生了严重分歧 1938年 他决定脱离八路军 带领少数忠诚的部队 继续独立抗日 1939年 赵洞重组了北上抗日艇进队 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权力支持 配备了新式武器 然而 这一独立行动 引起了中共的警觉 来自延安的毛泽东下令 一定要清除这只隐患 贺龙和聂荣珍接到命令后 只是 全部 干净 秘密地灭掉 务必全奸 不使漏网 1939年12月26日 赵洞的部队在太行山区零售县岔头附近 遭到4000名八路军的伏击 八路军设下圈套 突袭赵洞的部队 导致赵洞及其部队全军覆没 赵洞的妹妹 20岁的赵李志和其他几名女干部被活埋 赵洞本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345名北上抗日挺进队成员全部遇难 无意生还 这场伏击战极其惨烈 中共迅速封锁了消息 赵洞的名字从历史记录中被抹去 尽管赵洞一家是全国文明的抗日英雄 但由于与中共发生了政治分歧 他们的英勇事迹被故意淡化 甚至被历史彻底遗忘 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中共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 也让人们对那些被埋没的抗日英雄 感到深深的遗憾 但永远名留轻史 激励中国人的爱国之心 中日断交上热搜 不再称偶发事件中国改说日男童被杀是个案 918事变 日本男童深圳遇害 与中国断交甚至一度登上日本社交网站的热搜 不少日本政治人物也在舆论的压力下出面表态 然而中共方面却认为这是一起单一事件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宣称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类似事件 引发更多网友不满 有网友表示 近期这种偶发事件太多 连中共官方都不敢称这类事件为偶发事件了 除中国媒体报到背山外 当局也在20日凌晨派遣保全与便衣警察前往深圳 是日本学校助手 并清理了送到现场的鲜花 目前该校校门口的招牌也已被用帘子盖住 许多日本网友前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X账号留言 要求岸田文雄针对此事进行表态 包含国交断绝 断交 渡航禁止 劝日本民众不要前往中国旅游 退避劝告 劝日本侨胞立刻撤离 向中国政府抗议等关键字 也成为日本X平台的流行趋势 许多愤怒的日本民众都在讨论相关的话题 江苏女子9.9元买一箱大闸蟹收获后傻眼 9月20日 有关女子网上9.9元买了一箱大闸蟹的消息 登上热搜榜 引发大陆网民一番调侃 综合陆媒报道 近日 江苏一名女子在网购平台上 被一则9.9元抢购一箱大闸蟹的促销信息吸引 并立即下单 但收到货物后 她哭笑不得地发现 所谓的大闸蟹其实是一箱普通的螃蟹 并非她预期的阳城湖大闸蟹 网传的视频显示 这名女子打开包装后 伸着头往箱子里面看 拿出来一根细绳 上面绑着十几只拇指大小 活蹦乱跳的小螃蟹 她说 啊 这个大闸蟹 哈哈 对此 大家纷纷调侃这一趋势 有人笑说 这只蜘蛛是阳城湖特产 笑死我 我们这里的海 这种到处都是 好喜欢 想买来给孩子养 是大闸蟹啊 只是没告诉你 到底有多大 哈哈 这不是立刻可以吃的 是要养一阵的 活的 养大了就是大闸蟹啊 还有不少网民 晒出自己或家人 在网络购买的东西 如迷你版的小搬手 迷你洗衣粉 迷你洗澡盆 迷你卷纸 迷你托把 迷你电饭包 有人说 我爸说拼多多上的菜很便宜 结果买回来一堆种子 低风系统不走了 刘旅宋岛 火力半径可达到上海 党媒怒批 美国阴谋 中共国8月底 在南海鲜冰礁蓄 蓄意冲撞菲律宾9701号舰 造成其船体受损 并撤出该区域 此举加剧了菲律宾的主权挑战 近日 菲律宾暗示 部署在旅宋岛的低风 中程导弹系统 可能将长期留住 引发中共的强烈不满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 今年4月宣布 作为美非联合训练的一部分 已将低风 导弹系统 部署在旅宋岛北部 这一决定 立即引发中共国的抗议 中共声称 菲律宾曾承诺将低风系统撤出 但至今尚未兑现 据大纪元新闻网9月20日报道 中共对低风导弹系统的部署 尤为敏感 认为这对其未来可能的 占领台湾行动 构成重大威胁 部署在旅宋岛的低风 导弹系统的火力范围 覆盖台湾海峡 旅宋海峡 甚至可以威胁到上海 广州等中国大陆重要城市 以及中共在南海的军事基地 这种战略位置 令中共深感不安 菲律宾方面则表示 目前并未接到任何 归还低风系统的通知 菲律宾陆军发言人 德马·阿拉尚笑称 低风的留住时间 将由美国太平洋陆军决定 一位菲律宾政府高级官员透露 美国和菲律宾正在测试低风系统 在实际冲突中的作战能力 并计划继续试验 其在作战环境下的表现 菲律宾官员也补充道 未来若撤走低风 原因可能是完成了训练目标和整备工作 且系统可能重新部署 对于低风系统的持续存在 中共党媒表现出强烈反应 中共党媒牛弹琴评论称 美国在吕宋岛部署低风 是彻头彻尾的阴谋 旨在保护台湾 并对中共国形成威胁 党媒声称 菲律宾曾承诺撤走该系统 但至今未兑现 显示出其可能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共 对此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表示 中共关于菲律宾承诺撤走低风的说法 没有得到任何其他媒体的证实 极可能是中共的造谣 今天副频道的最新内容是 湖南女财政厅长被杀 官方越描越黑 民间追真相 60仓库 2万吨导弹 弹药训报 俄超级弹药库 托洛佩茨哀哄 乌取得最大胜利 整连打到只剩两人 俄军哭求普京放过他 大量俄军投降 车臣司令批可耻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请大家同时订阅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副频道 您可以在我们的主频道的首页向下滑动 找到副频道的图标并点击进入 此外 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通知 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